2018年第九届中美企业峰会 于洛杉矶时间4月29日上午10点 在洛杉矶迁徙酒店盛大开幕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哈治库创始人夏勒伯 峰会荣誉主席布鲁斯汤普森 中美企业峰会主席沈群 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 利剑安教授 UNESCO和平中心主席 盖·迪乔肯和洛杉矶一批 民选官员利林现场 并参加了检查仪式 中美企业峰会在服务中美企业 切实推进中美之间的国际合作方面 做出了可惜的成绩 今天我们中美企业峰会第九届 在当趟千禧大决店顺利召开 我们很高兴地 我作为共同主席请到了 我们洛杉矶黄家马会的总监 也是全国全美国全赛的 像中国武林峰和空轮爵 都是他办的 我感谢您在中国与美企业专门 在九个年纪业专门 是一个幸运的 我是中国白酒里面 顶级的品牌 粉酒是悠久的历史 历史最长的好酒 中国白酒里边 最卫生最健康的白酒 从今年开始 我们送的这个一带一路战略 我们想在美国 全美国五十个州 包括北美南美 以及其他的五大州 都要覆盖我们粉酒的品牌 在开幕式上 苏州博爱学校与峰会 签署了关于儿童健康发展 国际合作的战略框架协议 在中美项目合作方面 迈向了纵深 更多的优质国际资源 将得到更合理的整合 和精准的对接 吉林投资集团总裁张子毅 北京链家集团高级副总裁高军 北京天机置业总经理史惠心 北京理想雇网董事长孙小红 蓝旗亲子游泳机构创始人余娜 深圳市展动力人才资源有限公司 CEO郭展旭 美国就业发展 接待中心首席执行官 沈仲等荣获了峰会 2017年度杰出企业家的大奖 与此同时 荣获中美企业峰会 2017年度杰出人物 这一殊荣的是苏州博爱学校的 梁冰校长 此届峰会仍将分别举行 三大主题论坛 中美投资策略论坛 中美影视论坛和中美房地产论坛 此次来访美国的中国企业家们 已在波士顿参加了峰会 专门在哈佛大学定制的专题讲座 企业家领导力培训 5月1日 参加峰会的中美企业家 还将遗失硅谷 参加由汉海控股集团 硅谷创新频道 丁丁电视和中美企业峰会 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硅谷创业节 前辈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